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elamat menikmati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 在我们加工细香葱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 做出这道美味的菜息 需要哪些食材 我们所需要的食材有 青葱 大蒜 辣椒和姜黄 首先我们必须将这些食材抹睡 如果这些食材是由姜黄 辣椒吗 由姜黄 辣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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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刀尾式的一些料理也可以 再炒至便室并爆香后 再把所有的细香葱放入锅里 这种味道 冷藏 用这种盐� Bubble 比起来做好吗 休息的如果不足 如果有很多鲜鱼 如果有鲜鱼 就不有鲜鱼 就有鲜鱼 有鲜鱼 有鲜鱼 搅拌均匀后 将咸鱼和红辣椒加入锅中 搅拌直到所有食材完全混合 之后记得趁热端上桌子使用 观众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道菜 就是把刀威士的鲜鱼炒咸鱼 是不是看起来很诱人 很好吃 可是待会我们在第三个环节 才会来品尝 现在我们就先来炒 我们的第二道菜 我们的第二道菜 这道香蕉心很容易 首先将辣椒抹睡 这道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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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些蜂蜜,蜂蜜,蜂蜜 什麼?蜂蜜? 不,你會知道,蜂蜜 蜂蜜,蜂蜜 蜂蜜 翻炒一會兒後,把切好的新紅柿放進去 下一步是將切好的香蕉心慢慢加入鍋裡 定時翻炒,確保香蕉心完全熟掉 直到它變軟為止 您知道嗎?香蕉心含有多種對生起有益的成分 乳蜜,維生素A,維生素C,維生素E,礦物質,脂肪酸,黃酮類,罩肝,必需和肺必需氨基酸,乳質,糖肝類等 其中一些成分可幫助治療感染,控制糖尿病,改善消化,預防癌症和衰老 好,觀眾朋友們,這就是剛才Mbonno 特意為我們準備的這兩道非常傳統的巴搭味料理 待會兒我們在第三個環節就將品嘗這兩道菜 所以如果大家好奇的話 就不要忘記收看我們的健康美食 好,謝謝你們,你們已經完成了 已經完成了 好,謝謝你們